口业最容易犯 所以口业有四条 你看身三条 意三条 口四条 最容易犯的 学佛的人 念佛的人 所念的功德都从口里流出去了 不能包容 不能容忍 喜欢批评 所以念一辈子佛 不能卧生 海鲜老和尚一生 九十二年念佛 它是累积 没有流失掉 这个功德多大 我们是一面念 一面丢掉了 造口业 所以佛 把它列在第一 特别告诫 念佛人 因为这是特别 快速通道 快速臣佛通道 这个圣神业比什么都重要 善护口业 不积他苦 也就是 不忘日 不念血 不祈雨 不握口 要守住 为什么会造业 当然 一夜是主 你起心动念不善 一夜是贪嗔痴 自私自利 贪嗔痴 自慢 五毒 居住 其心动念 很容易 很自然的 多想到 生人利己 这就坏了 这就造 三无道的业 自己不晓得 有意无意 天天在造 功德累积不住 念佛的时间少 造业的时间长 念佛的力量薄弱 造物的力量 浑厚 你怎么能离开 三土 说的不好听的话 你怎么能离开 地狱 全都造的地狱 经营也听懂 没听懂 听的变速不够 为什么不够 不够 是用散乱心 来听的 佛 是用散乱心 去念的 所以 听经念佛 得不到效果 我们现在改个方法 把海鲜老河上 这片光铁 看作是无量寿金 无量寿金的总结 我劝大家 一天看三遍 看一年 提倡 一年 一天看三遍 一年就一千遍 一天能念一万神佛号 那就 三百六十五万神佛号 这一年下来 决定不一样 那往生极乐世界 就有把握了 如果三年不断地决定的 这是真的不是假的 这是真的不是假的 我先把握了 你会发现 那往生极乐世界 你会发现 那往生极乐世界 这边 你会发现